如果你有什么文件是不想被人打开来看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的影片将会对你非常有帮助 哈喽,大家好,我是神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加密你的文件 之前我有一个影片就是示范如何把你的文件隐藏起来 不过呢,通过使用一些技巧 我们可以把这些隐藏起来的文件显示出来 当然,这个技巧你可以通过之前的影片来观看 所以今天我就要和你分享另外一个更加高级的方法 就算你的文件被找出来呢,还是打开不了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同期我打一个小广告 神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顺便技巧 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神浩TV 那么开始吧 第一个技巧呢,就是单独加密一个文件 首先呢,我们先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Terminal 打开它过后 我们就在Terminal这边输入 GIP空格-1 然后这时我们再给予这个加密的文件一个新的名字 例如可以输入Image 然后.zip是一定要写的 然后再按空格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要加密的文件拖进来 例如是这张照片需要加密 那么我们就把它拖进来 拖进来过后呢,我们就按Enter 这时候我们需要给予这个加密文件一个密码 所以这个加密文件已经好了 那么它会在哪里出现呢 首先我们就去Finder 然后到这个有物质的Icon的地方点击它 这其实就是你的MacBook的名字哦 然后拉到下面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加密的文件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带到外面去 再到Test Store这里来 当我们要开启它的时候 Double Click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输入密码 如果你输入错误的密码的话 是打不开的 只能输入对的密码才可以打开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打开过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Folder 然后开启 就是这样了 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加密一个文件夹 给予文件的加密呢,其实也很简单 内容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密的文件夹 所以现在必须先把它变成一个zip file 按Compress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输入zip 然后-1 然后空格 然后再给予它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再空格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拖进来 然后再按Enter 然后再输入这个加密文件的密码 同样的,再到我们的Finder 然后找这个物质的icon 然后再拖下来过后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了 再出来过后,我们再打开它 输入对的密码 就可以打开来了 就在这里 当你看到这里过后 我相信你应该会发现到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会通过几个folder 才可以到达这个文件 其实这些就是Path的名字来的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先打开这个Finder 然后再选择这个Messive Terms 然后再把我们要加密的文件换在这边 然后再把我们要加密的文件换在这边 同样的再到这个Terminal这边 输入 zip z1 新的加密名字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拖上来 然后再按Enter 然后输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有物质的icon这边 然后找到这个加密的文件 把它带出来 点击两下 然后输入密码 它就会自动出现了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的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esh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赞三号 我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